如果你是懒人 那你听不要出房车 太累了 平时只要出了汤门回来 鞋上的泥呀灰呀 又把地板弄脏了 哎呀你先脱鞋先吧 要是露营遇上外面风沙四起 水池里都是厚厚一层灰 更别说我们车里还有四只 吊毛小猫王啊 你看这毛 我的妈呀 房车旅行一年多 火焖成了最轻快的人 每天早起不管天气多么热 第一时间就得擦地擦桌子 在门雷达不动 一天产两次猫爸爸 当然我们自己的爸爸 也是要自己到的 车上的鞋子和袜子 更不能乱扔了 高温闷热的环境 特别容易闷出脚鞋 要是传染给猫咪 还会得猫血 那就麻烦了 打喷一下吧 到了晚上 小猫咪在外面跑了一天 还得给他们做清洁 开完脸再擦擦脚 再把床上的毛沾一边 才敢好好休息 可不管小房车 打理起来有多繁琐 为了这个小小家忙碌着 本身也是一种幸福 我爱你 我爱你